可是,万象真人就不同了,宗门中的万象真人就那么些,寿命立下誓言也是为宗门立的。 如果宗门胆敢牺牲一名万象真人,岂不让其他万象真人自俯修饰各个心寒,且为了一个原始矿脉,就让宗门内的万象真人各个离心也不值得,所以让万象真人立下誓言是最恰当的。 祭酒火,洞子起寒声道,你让万象真人来和你立下天道誓言,那是我宗门高层,宗门离这百万里之遥,我等传讯过去,再等万象真人过来,最少也得十天半月。 十天半月,你既是恐怕悄悄就和大夏王朝定下契约了吧。 那,祭酒火一争? 我看你还是交出臣子令。 洞子起喝道,将万剑城的臣子令交给我等,我雪龙山会继续容许你等居住在万剑城,整个祭史依旧和过去一样,等我们开采完了原石矿脉,我再将臣子令还给你们。 祭酒火急了,这,这怎么行? 不行。 颖婆婆也怒道,臣子令是我祭史根基所在。 祭宁在一旁只是看着,这雪龙山的人也太得寸进尺了,说得好听,等将来臣子令再归还。 呵,如果不归还呢?而且自己祭史已经做出很大让步,原石矿脉愿意进阶献给雪龙山了,怎么现在雪龙山反而施舍一样,先拿走臣子令,将来再归还? 哼,祭宁脸色难看,其他祭史族人也个个如此。 我雪龙山,岂会亲你一个小小祭史? 洞子起喝道,似乎雪龙山漆的不足多了。 祭酒火也怒了,否则我燕山哪会有雪龙山分支? 洞子起脸色一变,反了,这祭酒火竟然也强硬起来了。 他目光一扫这一群祭史族人,也注意到了那最年轻特立独行的那名兽皮少年,当即原历传音道, 穆斯师弟,祭史的子府修士就那么几个,最有潜力的就是这个祭宁了,之前的伯子扇,据说就是他所杀。 祭宁? 灰衣男子也注意到对方中的那个兽皮少年。 自从当年纪宁和伯子扇一战,纪宁的名声,其实早就在燕山大势力高层传开了。 毕竟,当时其他各部族不少先天生灵都回去了,也令那些部族知道纪宁很可怕,甚至纪宁应该是子府修士。 才十一二岁,就已经是子府修士,将来还了得? 各大势力早就在注意纪宁了,关于纪宁的情报,早就搜集得无比清晰了。 从小到大的一件件事,纪宁的样貌,纪宁的习惯,进阶搜集清楚。 整个纪宁中,洞子习没在乎其他人,唯一在乎的就是这个纪宁。 他不怕现在的纪宁,怕将来的纪宁。 以纪宁如此天资,将来跨入万象真人,怕都不难呢。 沐司师弟,纪宁中最有潜力,最有威胁的,就是这个纪宁。 整个纪宁也将他当成宝。 洞子乞传音道,他毕竟年龄小,现在手段怕也强不到哪儿去。 脖子上那个蠢菜,除了炼制万鬼藩有点威胁外,本身实力很一般。 而且当初那一战,可能更主要是那名万象真人的缘故,纪宁的实力估摸着不会太强。 师弟,你突然出手将纪宁给擒拿了,到时候纪宁在我们手中,既是怎敢违背我雪龙山的命令。 即便出现了很低的可能,他们真的不顾纪宁生死,那么我们就杀了纪宁。 没了纪宁,既是一点威胁都没有了。 嗯,灰衣男子点头,纪宁的确是个威胁,现在没人怕纪宁,可怕的是将来的纪宁。 师弟,你的法术突然施展,即便是我,怕也得吃亏,拿下纪宁一定没问题。 洞子起传音道,他实力虽然比穆室师弟强,可是他需要先施展八卦血龙阵,等他阵法一线,即是一方恐怕早就警惕万分了。 所以,必须突然洗击,瞬间成功,而穆寺师弟就是最佳人选了。 交给我,我这法术最近刚有所突破。 穆寺师弟传音自信道, 就等师弟了,一旦拿下纪宁,我们就处处占上风了。 洞子起道,洞子起一眼就看准了纪室的要害,他想的没错,纪宁的确是纪室未来的支柱,纪室的这群强者中,纪九伙和尹婆婆即便自己死也不愿纪宁死的。 纪九伙,我劝你还是乖乖交出臣子令。 洞子起皱眉喝道, 我既是的确弱小,所以原石矿迈也愿意拱手相送,丝毫不娶,可是你们强行索要陈子令,未免太欺负人了。 陈子令乃是我既是根基,我既是怎能。 纪九伙话一出口便面色一变,不由低头看向地面,地面正在微微颤动, 远处站着的洞子起五人中,那灰衣男子眼中则是金光一闪,体内的原力早已汹涌,涌入地底。 当济世一方的子府修士们有所感应时,这法术已经施展了出来。 轰,只见一根根木绿色藤蔓从地面突兀地冒出,一根根藤蔓疯狂摇摆着,藤蔓上还闪耀着浓郁的绿光。 藤蔓的一条条细细的枝叶也彼此纠缠,就仿佛坚韧的绳子, 它们是从纪宁脚下周围突兀冒出,瞬间就将纪宁给包裹住了,迅速,毫无防备。 什么?纪宁和尹婆婆等人各个脸色大变,一眨眼,原本旁边站着的纪宁就被无数藤蔓给包围疯狂缠绕起来。 快叫纪宁! 尹婆婆喝道,晚了,哈哈哈哈哈哈。 站在远处的洞子起,则是哈哈笑道,轰的一声,无数缠绕纪宁的巨大藤蔓猛的一拽,就往地底拽去。 地面上露出一个巨大的窟窿,而纪宁和那些藤蔓都已经钻入了地底深处。 你们雪龙山惊人! 纪酒火面色猙獰。 放了我儿! 纪一川也急了,纪是一方个个想要救纪宁,可是那些藤蔓突然冒出就缠绕住纪宁,又拽入地底,令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施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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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洞子起则是猖狂大笑,转头看向身侧的灰衣男子道, 穆斯师弟,将纪宁给我擒拿过来! 洞子起的面色忽然一变,因为他发现他师弟额头都渗出了汗珠,显然已经是全力以赴在祸瓶了。 那纪宁正在破我发术! 灰衣男子眼睛都泛红了,竭尽全力灌输原理。 在地底,一颗种子生长出的千百根木绿色的藤蔓正重重地缠住纪宁。 在缠绕的藤蔓之内,正有着水火莲花包裹纪宁,不断环绕旋转,疯狂支撑着那些藤蔓,不断绞杀着那一根根藤蔓。 而绞杀的藤蔓又不断生长,修宪者的手段还真多,这一招倒是情报中没有的,不知道是雪龙山,燕山分支谁施展的。 纪宁突兀遭袭,毕竟太快了,根本是来不及破开,就已经被拽建了弟弟。 藤蔓束缚的空间太小,甚至都无法施展小千剑阵,纪宁第一时间就施展出了水火莲花。 水火莲花缓缓地旋转着,却将那些想要缠绕仿佛绳子一般捆住纪宁的细嫩枝叶都搅成了粉碎。 距离上次和博子扇交战,已经近五年过去,这近五年的时间,纪宁在道的感悟上进步是越来越大。 如果说最早期,悟出的仅是一丝道之真意,可后来不断悟出一丝丝道之真意,大量的一丝丝彼此凝聚起来,自然就愈加雄厚了。 特别纪宁在异蛇湖,特别是现在几乎随时可以契合天地,他的境界已经非常高了。 其实,这也是在修仙者达到极高境界后才会出现的现象,可以随时窃合天地,随时去感悟道,自然悟出道之真意非常多。 境界提升,现如今施展出的水火莲花,威力自然大得多,单单那绞杀之力,先天圆满强者,怕都会瞬间被绞杀成碎片。 北冥剑,纪宁在水火莲花中双手握着一柄北冥剑,思念,思欲成线。 纪宁轻轻自愈,每当施展这一招时,他都不由自主想起了母亲,这一招乃是对母亲无尽的思念所悟出的一个招数。 思欲彼此无尽的思念才连成了线,纪宁这近五年来对道的感悟创出的诸多招数中,最强的就是这一招。 这一招蕴含着无尽强烈的思念,出自于低水晶,却又远远超脱于低水晶。 哗! 纪宁的两柄北冥剑同时劈开,穿透了水火莲花, 水火莲花就宛如泡影,丝毫不阻碍纪宁的剑,而纪宁的剑就仿佛母亲的触摸,蕴含无尽的思念, 引动着大量的天地之力,直接汇聚在两柄剑上, 甚至单单看到这样的剑法都不由感到心酸,感到那无尽的眷恋。 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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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招阵可还是被斩断了开来,面对纪宁进身战的最强一剑,那子府修饰穆似的法术也困不住纪宁。 其实,一是纪宁的剑术已经远超一般子府修饰了,在万象真人中,怕是也有很多不及。 二也是 纪宁神魔肢体太过强大 能媲美一般神魔炼体子斧前起 这力量本就强 剑法又厉害 一个法术要困住 何其难呢 剑光舞动 斩断大量的挣扎扭曲的藤蔓 纪宁更是随着剑光冲天而起 直接破开土壤冲出地表 轰 正当济世族人们为之担心看着地面上 那藤蔓缩回地底留下的窟窿时 忽然远处数十丈外的地表猛然炸裂 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只见一瘦皮少年手持双剑 身体周围环绕着水火莲花 而后飘然落地 怎么可能 洞子其脸色大变 别人不知道自家师弟的手段 他可非常的清楚 自家师弟这一手法术突然袭击下 想要破开是非常难的 即便他都会很吃力 那济宁 破开了 在洞子其身后呢 魁梧男子瞪眼低吼着 怎么可能 我可是神魔炼体 我被穆斯师兄困住都挣扎不开的 聚散师弟 这五人中心计开辟子府的 仅仅只是子府前妻 不过他乃是神魔炼体流 作为神魔炼体子府前妻 战力同样很惊人 别人伤他 他没事 他伤别人一下 别人就丧命了 这就是神魔炼体的优势 如果他是神魔炼体子府后期 即便动子起 也得喊他一声师兄了 破开了 他才多大 慕斯师兄的万古青藤树 就这么破了 那都是绿发的一对男女 也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慕斯师兄在这五人之中 地位仅次于动子起 正是因为他的实力厉害 其中论突然袭击 这万古青藤树 早就让其他师兄弟们 为之钦佩不已 青藤的束缚力的确大 神魔炼体子府前妻力量 和其大都破不开 现在却被对方破开了 才十六岁呀 即便是再妖孽 再添财 也太 他们哪里知道 纪宁在力量上 就和他们聚散师弟 相差无几了 论剑法境界 更是超过那聚散师弟 不知道多少层了 纪宁 纪宁 纪酒火 纪刘真 颖婆婆等一个个 纪室族人 都惊喜地看着纪宁 同时他们看到 雪龙山一方的 五名子府修士 那副惊叉震惊的模样 也背绝痛快 同时也不由 震惊纪宁的实力 纪酒火 更是眼睛眯起 心中唏嘘 欲加看不透 这小子了 纪宁周围的水火 莲花消失 直接走了过来 纪宁 一沙哑声音响起 纪宁转头看去 远在洞子起身旁的脸色发白的灰衣男子正死死盯着纪宁 你 你那一招剑法 叫什么 思念 纪宁轻声道 思雨呈现 思雨呈现 灰衣男子是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你们既是滴水晶中的 思雨呈现 有这么大的威力 他也熟知 这滴水晶中的九剑 你不知道的 还多着呢 纪宁冷哼着 却没有再辩解 这一剑 脱胎于滴水晶 却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思雨呈现了 思雨呈现 冬子起 也轻声念叨 身后其他四名子府修士 依旧处于震撼中 这个纪宁比预料的还强啊 冬子起思索着 年纪十六岁 连穆斯师弟都拿不下他 怕也只有我出手 才能杀了他了 他如果出手 那就是施展出八卦血龙阵 阵法一现 那可就是彼此生死厮杀 再无转还余地了 冬子起很自信 可是他明白 济世的实力也不算弱 真的厮杀起来 自己这五名子府修士 很可能要陨落一两个 如果能让对方知难而退 那就再好不过了 济宁 厉害 好样的 济世族人们则是看着济宁 没事吧 济一川看着自己儿子 看到儿子没什么伤势 才放下心 冬子起 尹婆婆却是厉声喝道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突然偷袭我济世族人 我们可都在这儿呢 你们就敢这么嚣张 你们雪龙山也太猖狂了 济世族人们很是悲愤 却个个强忍着不敢动手 毕竟对方是雪龙山 冬子起 却是笑着 突然偷袭 说得太难听了 我慕斯师弟 只是听说你济世 有一天才 天父了得 甚至连我雪龙山的 博泽扇师弟 都死在他手中 今日见到这位天才 禁不住手痒 出手切磋一下而已 怎么 难道我雪龙山的子府修士 和你们济世的人切磋一下 都不行了 这叫切磋 尹婆婆厉声沙哑道 当然是切磋了 冬子起道 现在看来 你们济世的这位天才手段 果然厉害 都能破了我师弟的法术 佩服 佩服 你 尹婆婆也气得一肚子火 她活了近四百年 何尝受过这等气 如果她无牵无挂 早就动手了 可是为了整个济世 她得忍着 冬子起眼中 凶忙一闪 冷横道 哼 别说是切磋 就算是真的厮杀 杀了那济宁 你们济世 又能如何呢 冬子起 忧冷的毛子 扫视着那一群济世族人 嘴角有着一丝不懈的倾笑 让济世族人 欲加的悲愤 气焰嚣张 冬子起 要的就是气焰嚣张 将这济世 完全给压住 组长 纪流真 却是怒而喝道 我济世 不是好气辱的 宁可站着死 不可跪着生 我济世步步退让 这雪龙山步步紧逼 真当我们济世 是泥巴捏的 给他们拼了 他们今天来五个 定要叫他们 死掉过半 拼了 组长 拼了 他们不给我们济世 活路 我们也不让他们活 顿时 不少济世族人 怒而咆哮 这让冬子起 等五人 微微的一惊 雪龙山一方 的确势大 可那指的是 雪龙山宗门呢 单单一个 燕山雪龙山分支 比济世强 也强得有限 毕竟大家的顶尖武力 都只是子府修士 真的拼杀起来 即便灭掉济世 这雪龙山 燕山分支 也会损失惨重 闭嘴 季九火转头 原力传音喝道 声音在每一个族人 耳边响起 族人都看向了季九火 他们在说什么呢 雪龙山一方 那魁梧青年 聚散传音道 这些土著 灰衣男子 穆寺传音道 习惯了部落生活 拧折不弯 逼急了 就会拼命 我们这边压得狠了点 所以他们开始有些反弹了 冬子启传音自信道 不必担心 那季九火是活了近四百年的老家伙 圆滑得很 他会劝说控制好他的族人的 季氏一方则悄然彼此传音着 那雪龙山 士气人太甚 季九火传音道 可是他们再嚣张 我们也得忍着 难道 我们和他们真的斗起来 可族长 我们可以和大夏王朝 签下转让契约 到时候大夏王朝 会庇护我们的 我们到时候 还分得三成的原石矿脉 一名雄壮的季氏族人 连忙传音道 愚蠢 季九火传音道 要和大夏王朝签下转让契约 必须先去上饼 而后 等大夏王朝天使来验收了这原石矿脉 最后才能定下契约 这中间是需要时间的 这么长时间 我季氏很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为了三成的原石矿脉 让整个部族陷入灭亡危机中 季九火鹤道 愚蠢的不能再愚蠢 即便真的成功签订的转让契约 大夏王朝庇护我们纪氏千年 可千年之后呢 雪龙山到时候报复我们纪氏 我们纪氏一样完蛋 所以 我宁可将整个原石矿脉 都给雪龙山 可是 这样太气人了 他 一个个纪氏族人心中 都憋气得很 再愤怒 再不甘心 为了纪氏 也得忍 季九火感叹传音道 唉 只要让纪氏继续繁衍昌盛下去 我们受点气 又算得了什么呢 要怪 只怪我们实力不够 明明是天降大机遇 可这原石矿脉 却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季九火看向纪宁 纪宁 你是我纪氏从部族建立到如今最了不起的天才 任你成长 成为万象真人 几乎都是一定的事情 一个个族人都看向纪宁 眼中都有着期盼和渴望 是啊 纪氏崛起的希望就在他纪宁的身上 他们这些宗府的先天生灵 之前对纪宁的实力还有所怀疑 毕竟之前都是只是听说而已 可是刚才 他们亲眼看到纪宁展露出的实力和手段 连一名雪龙山子府修饰的一强大法术都被强行破掉 现在纪宁才十六岁啊 一想到纪宁的潜力各个为之激动 不过再厉害的天才 死了就不再是天才了 纪酒祸看着纪宁道 你为了我纪室也得活着 活得长久 纪宁轻轻点头 他想起了一人 那水府的第四代主人雷战 那个能够在那般多竞争者的情况下 成为居华仙人的亲传弟子 他的天赋不用说了 可惜在万象真人时就生死了 今日之辱 我既是族人 当牢牢谨记 纪酒祸看向一个个族人说道 必须强大 强大了 别人就不敢欺负你 瞧不起你 是 众多族人都点头 纪宁也是其中之一 洞子齐等五名子府修士 在旁边看着 看着既是那一群族人 个个悲愤 却又强压怒气的表情 不由吃笑 这一幕 他们见得太多了 当年 他们在宗府时出去办事的时候 面对他们雪龙山 那一个个小部落 都只能弯腰低头 洞子齐 纪酒果转过头来 看向洞子齐等五人 谈好了 洞子齐看向纪酒果 不过纪酒果 我明确地告诉你 不管怎样 你万剑城的臣子令 一定得交出来 不交出来 你既是灭族之祸 尽在眼前 既是族人都难以控制怒火 个个愤怒都出现在脸上 必须交出臣子令 不是逼他们纪氏抛弃领地吗 纪酒果咬牙 面色难看 一字一字咬牙道 我纪氏 可以交出臣子令 离开这片领地 这领地内的一切 都归雪龙山 什么 个个震惊 既您也震惊地看向族长 纪酒果继续咬牙道 可是你们雪龙山 必须给我们纪氏一块臣子令 让我们纪氏有根基之底 用万剑城的臣子令 换另外一座大厦城邑的臣子令 我纪氏愿意背井离乡 背井离乡 纪宁强忍内心的不甘 不甘心啊 真的不甘心啊 可看着周围其他族人 包括父亲 纪刘真 尹婆婆等人在内 都是沉默着 只要能让纪氏继续繁衍传承 继续昌盛下去 那背井离乡 也是可以忍的 只要雪龙山拿一块臣子令来 纪酒果沉声道 我纪氏立即将万剑城的臣子令 双手奉上 臣子令 远处洞子岐的五人彼此相识 悄然传音讨论 志祺师兄 怎么办 绿发女子传音道 拿出一臣子令来 拿 动子起看向这绿发女子道 何姓师妹 你拿出来 绿发女子顿时闭嘴了 他们这些离开宗门 侵入各地成立分支的子府修士 都是潜力不大 已经算是宗门外围成员了 在燕山站下的大厦成衣 也是他们的根基 也是他们一些不足的根基 早就势力盘解 怎么可能舍弃呢 要拿出一块臣子令 谁拿 这原石矿脉 是为雪龙山宗门的 凭什么让我牺牲 让我不足牺牲 每一座大厦成衣 都存在着两三名子府修士 需要都同意 才能放弃这臣子令的 可经营许久的根基 谁愿放弃啊 我们不愿舍弃 难道其他地方的师兄师弟们 就愿意拿出一座大成衣来了 动子起摇头道 我雪龙山有许多分支 那些分支的同门师兄弟 可不会管我们 他们怎么会好心 放弃一座大厦成衣呢 反正我们巨师不可能 我不同意 我族内的我大伯 也不会同意 那魁梧男子急到 别考虑了 我就不信 那济世真的敢反抗 嗯 绿发男子点头 直接威逼济世 反抗就是灭族 顺从我等 还能生存下去 相信济世 会知道该怎么选的 对 这种事 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魁梧男子聚散连点头道 就这么做吧 灰一男子目次也赞同 动子起看了眼 四个师弟师妹 虽然燕山分支 还有其他同门没来 毕竟不可能为了 这一个天地元气波动 所有人都来 可是来的这五人 已经代表了 燕山分支的 所有内部派别 好 动子起点头 那就这么做吧 如聚散师弟说的一样 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雪龙山 有大量的分支 这么多分支 如何能占领 那么多大下诚意的 硬打 那叫愚蠢 完全是屠刀 和威吓并用 实际上 绝大多数部族 自己最后 只能咬碎牙齿 往肚子里吞 主动交出陈子令 乖乖离开 当然 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厮杀 可做任何事 都没有绝对的 动子起等人 也自信几方实力 是绝对强欲着济世的 济世一方 都在等待着 虽然痛心 不甘 可是静宁等所有人 都做好了 背井离乡的准备 只要让济世 继续好好繁衍 一切都是值得的 济世一群人 都在等着雪龙山 一方的答复 嗯 动子起 轻哼了声 济酒火 济世一方 所有人 都看着这个动子起 济酒火 更是连忙说道 这已是我济世最后的底线了 底线 呵呵 底线 就是用来被打破的 济酒火 你要用万剑城的陈子令 换其他陈子令 真是做梦 现在 我给你两条路走 第一条路 你围抗我雪龙山 你济世就等着被灭族吧 第二条路 你交出万剑城陈子令 我雪龙山容许你济世 继续在这片大地上生存 待到原石矿脉挖掘完了后 万剑城陈子令 再归还于你 这是我动子起的承诺 济世所有人脸色都变了 什么 承诺 狗屁承诺 一个承诺算什么 空口白牙的话 就让整个济世部族 拱手献出陈子令 动子起 济酒火是又急又怒 闭嘴 动子起 立声喝道 双眸幽冷盯着济酒火 你只有选择 是继续活下去 还是灭族 就在你济酒火一面之间 你如果选了灭族 我的八卦血龙阵 已经很久 没有真正见血了 旁边的其他四名子俘修士 也各个闪耀着凶芒 他们可是宗门出身 学的一些厉害法门 手段一般要比土著 要强上不少 真的打起来 在老巢 还有其他三名子俘修士 加起来 可足有八名子俘修士啊 选吧 动子起冷声道 济世这边的人 有的族人都气得颤抖了 族长 有族人都嚎叫了起来 呃 济酒火羊头发出了嚎叫 我济酒火 亏对济世仙人啊 济宁咬牙 身体都在微微发颤 而远处动子起等人 则是面带冷笑的 看着这一幕 选择舍弃不足根基 的确是愧对仙人 可是这些土著 敢反抗吗 反抗就是死啊 去死 族酒火忽然甩出 六颗黑色小球 化作六道流光 直接飞到动子起五人面前 是雷火猪 动子起五名子府修士 都是大惊 他们可是宗府出身 一眼就认出这是最为常见 也很是阴狠的雷火猪 蕴含雷电火焰之力 非常狂暴 一旦原力引爆 就会立即爆炸 威力是非常惊人的 六颗雷火猪突然爆炸 如果近距离 子府修士都可能殒命的 这些土著还真有些宝贝 竟能一口气 拿出六颗雷火猪 动子起在急速闪躲时 内心还浮过这一念头 雪龙山五名子府修士 都迅速地朝四面八方避开 轰 强烈的雷火之力 轰然爆炸开 耀眼的雷电电蛇 朝四面八方波及 火焰更是将周围大地都燃烧了 一时间地动山摇 这威力的确猛的惊人 起 刚扔出六颗雷火猪的祭酒火 眼中更满是疯狂 哗哗 只见周围广袤的荒野山林突兀的 就被无尽的雾障之气给笼罩了 处处接近都是雾障之气 即便是纪宁肉眼也只能看到三丈远 不好 刚躲避开内心 还有着一丝得意和不懈的动子起 看到凭空诞生的雾障之气 顿时脸色一变 是迷阵 那个狡猾的老家伙 之前扔六颗雷火猪 不是要杀死我等 而是要让我们五个躲避时 彼此拉开距离 动子起面色大变 看着周围的雾障之气 他的肉眼仅仅只能看到两丈远而已 之前因为避开雷火猪 他们是个个竭力闪躲 有多远躲多远 那些师弟师妹 每个和他距离最少的也在数十丈外 只要彼此距离超过五六丈 在这迷阵当中 就会被主阵之人影响着 彼此距离越来越远 这祭九火是要将我们五个完全分割开 动子起是又气又怒 师兄 远处传来声音 是迷阵 我们被分开了 那祭九火老贼要将我们个个击破啊 他们肯定会几个子府修士 一起联手对付我们一个 逐个对付我们 虽然耳朵听到声音 可在迷阵内方向变换 根本无法辨别 聚散师弟 牧师师弟 何方师弟 何姓师妹 你们可都在一起 动子起急切喊道 我和我哥在一起 一女声响起 我单独一个 我也单独 另外两道声音 则是让动子起心冷了 他明白 那何方兄妹是在一起 可是他动子起 聚散 牧师 都是完全分散开的 即便是何方兄妹二人联手 一旦遭遇到济世一方的围攻 也会非常危险 这次是真的栽在那老家伙的手上了 动子起是又急又怒 可他怎么就提前布阵了呢 当雪龙山一方五名子府修士 被分隔开在迷阵当中 人心惶惶时 而济世一方却又激动又惊恶 族长 你怎么突然下手了 还有这 这 这阵法 又是怎么回事 一个个族人 都有些发懵了 季酒火扫视了周围人一眼 低吼道 我既是不是软骨头 都欺负到我既是头上来了 都将屎尿浇在我们脸上 我们还能忍吗 语气窝窝囊囊的走 还不如畅快大杀一场 反而我既是还有生计 听我命令 季酒火直接吩咐 各个族人听命 北风 你回去带着季末他们 立即乘坐飞勤 分三路悄然离开燕山 季酒火道 这是我既是要传承的血脉 是 季东泽 你立即前往燕山城 上禀大厦王朝 在我既是领地内有原石矿脉 这事情就交给你了 记住 多安排几只人马 必须保证有一只人马 抵达燕山城 是 季酒火目光一扫道 其他人非自负修士 全部回万县城 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都去吧 这一群既是族人们 都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看向季酒火 季一川 季刘真 季宁等人 随即没有多说 各个迅速离去了 中飞来的